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就是说我们打字不好 打字不好就是说我们打一行字 出来一半或者两行字出来一行字 挂墨 然后我们把喷头盖打开之后 我们看葫芦桃这边会挂墨 然后我们把葫芦桃这边洗干净 然后再开机 再打一段时间 这边又会挂墨 打字又不好 这样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墨线位置会正确 墨线位置正确 如果墨线位置正确 年度正确 墨线位置正确 点分点还好 如果孩子挂墨的话 那说明我们充电不好 我们可以调一下我们充电值 充电值 我们可以调一下我们充电值 如果我们充电值怎么调都调不好 那只能就是 如果保养一下机器 可以保养一下机器 可能就冒水兼致了 然后要保养一下机器 我们有光电感应的话 嗯 有光电感应的话 它不打印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高压有没有开 比如说我们这个 天灯盖有没有盖好 我们天灯盖把它盖好 有个闪电的标志 上面我们天灯盖就盖好了 然后这个高压已经启动了 如果这个方块里面 没显示这个雷电的闪电的标志 那我们不打印的话 是正常的 那么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天灯盖 我没有盖好 我没有盖好 我们如果要是 我们如果又打一次 就是打一次 它会打印 那用光电感应的话 它不打印的话 那我们要考虑 因为我们用在这边 它打印的话 那说明我们主板的好了 主板就好了 那如果我用那个 玻璃它不打印的话 应该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你玻璃 已经坏掉了 那我们就要把玻璃 换一下 换个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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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是我没这个 因为我们 这个打一次 如果它都不打 不打印的话 那说明我们主板有问题 说明我们主板有问题 我们可能要更换一个主板 我们就要把玻璃 换个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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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玻璃 换个玻璃 换个玻璃 换个玻璃